你上大学之后 发现高冷的冰山学姐 居然是你的游戏搭子 此时你来到学姐的老家航城 点了一盘西湖醋鱼 吃了一口 咦 什么味道啊 难吃就算了还贵 一条两百 探稿谢 正准备问问学姐在做什么 一条消息发了过去 此时姚西刚洗完澡 明天就是她回老家的日子 说实话 她是一点都不想回去的 她父母的关系并不好 母亲身体不好需要有人照顾 但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母亲 反而由于妈妈长得漂亮 很多时候怀疑妻子动手打骂 姚西记得自己小时候 母亲就辞职了 原因仅仅是因为公司有她的追求者 为了证明清白 她选择辞职 可父亲并没有满意 反而觉得母亲做贼心虚 再后来 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 容貌不负当年 父亲也越来越冷淡 姚西记得自己高中毕业 被追求者招摇的时候 父亲都没有说过半句话 反倒是来了一句 那一致戏内言论 你和你母亲一样 喜欢勾搭的男人 姚西咬着下唇 一想到又回去 就觉得心思烦躁 躺窗上看着翻手机 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 这时候一条提示音想起 你在做什么 冰美人看着天花板 然后拍了一张空白发过去 又愣住了 能想象这会儿 先见学姐应该躺到床上 学姐 我猜你手机举了了 此时 侧着身子躺到床上 左腿搭到右腿上面 这消息出去 姚西刚好在床上翻了个身 左腿搭到右腿上面 看了消息 发现自己的动作 觉得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随后又翻了个身 把右腿搭到左腿上 你猜错了 顺便拍了这种 腿部照片过去 证明你的确是错的 结果眼睛都直了呀 学姐的腿 怎么可以这么修长 这么亮眼 下一秒 照片撤回 姚姚脸腾得下去红了呀 怎么回事 我怎么归是神山的 给学弟拍了一张这个呀 就一秒 他应该没有看到吧 但一想到 他如果真的没有看到 不知为什么 心中感觉又一次次可惜 他保护了 正常21年的完美身材 全世界只有他自己看到过 看久久没回复 他有点着急 你在做什么 你终于反应过来了 我什么都没看到 得了 过度否定就是肯定 姚蜥把脸蒙进了枕头 不知不觉 她的心情变得很平和 之前的不愉快 已经烟消云散 两人互得晚安 第二天 姚蜥回到了老家 可刚准备开门 就愣住了 因为钥匙觉得是笑了 打给妈妈电话也没通 这时 隔壁奶奶走了出来 是姚姚回来了呀 来奶奶家坐坐 先聊的时候 从邻居这听到了个坏消息 姚姚啊 上个月 你爸爸喝了酒深夜才回来 你妈妈身体不好 晚上睡觉后 没听到敲门声 然后你爸爸 就把门踹开了 唉 如果不是我听到动静出来劝 他已经动手了 第二天 你舅舅就把你妈妈接走了 最近 好像是在闹离婚吧 姚蜥表情并不意外 妈妈生了病 需要人照顾 她只是不想拖累自己这个女儿 所以一直还在坚持着 但现在 她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接着此时 门外传来声音 是一个赖罪如您的男人 正在敲门 是爸爸 姚天昊对着门拳打脚踢 贱人 给我开门 姚蜥忍不住了 一把握着胳膊 拎手狠狠打了上去 管好你的嘴 姚天昊每次扭曲 野中 你跟你妈妈一样 是个贱人 一巴掌抽了上来 怕得伤 那爵士容颜上 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也无关暗淡 也失去了最后一丝丝 对于父亲的气派 这个男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了这个样子的 就因为 他妈妈长得漂亮嘛 就因为 妈妈的追求者 全都变得优秀嘛 姚天昊彻底纠醒了 看着首长 露出一丝后悔 姚姚 我 够了 姚蜥欲气冰冷 转身离开 他不想和这个失败的父亲 再说半句话 离开小区后 姚蜥坐在小区门口的台阶上 现在他只感觉 这个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 好陌生 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非常非常想回学校 想见到学校中的某个人 另一头 一直在龙井火锅 怎么味道这么怪 说起了这个时间点 学姐应该已经到家了吧 掏出手机发过去的消息 学姐到家美 几乎秒回 没到 不对啊 都中午了 学姐不会还在高铁上吧 那吃饭了吗 没吃 学姐想吃什么呢 你忠实了学弟给你点外卖 不想吃 学姐 是胃口不好吗 不知道 你愣住了 虽然学姐的每一天消息 都回得很冷漠 但几乎都是秒回 这太矛盾了 难道说 学姐是在暗示自己心情不好吗 想想 学姐家在航城吧 航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没有 过了一会儿 人家消息又发了过来 航城建了有天文馆 学姐喜欢看星星吗 姚西待在抬头 随后又低下了头 天 自己一定是疯了 大白天的 哪有什么星星 聊天界面上谈了一条 学姐 你被坏男人骗了 杭州没有天文馆 看他这条 他忍不住笑了一声 但是杭州有领影四 是鸡公那个吗 是的 六点开心 学姐没有一开始那样冷漠了 心情是不是变好点了呢 那学姐想去求个千吗 说不定 糟糕的事情都会自己离开呢 姚西表现变得汹汹 这小学弟发的消息 怎么感觉在哄小孩呢 哼 跳了一下屏幕中你的头像 笑声低谷 敲你脑袋 不过求千什么的还没试过 他希望妈妈身体健康 快快乐乐 刚刚妈妈也回消息了 说跟舅舅一起在乡下老家 姚西想了想 决定去一趟邻影寺 替妈妈切个平安符 另一头 你已经到了邻影寺 求千的时候 学了三个愿望 第一 希望父母转世成人 能够快乐一生 第二 世界和平 第三 仙女学姐 能成为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孩子 原本还想求个姻缘 但后来自己想想 还是放弃了 姻缘不该求神 二是求自己 离开的时候 已经傍晚了 这会儿林影寺 只出不进 正准备离开时 忽然余光 看到一个熟悉身影 一个蓝头发的漂亮女孩子 正提着行李箱 安安静坐在门口台阶 脸色迷茫 没错 游戏来晚了 她排了很久的队 但等到了她 林影寺已经不接客了 难道是天注定 自己没办法求到这个签嘛 仔细想想 其实求不到 也是一种结果 沉默盯着地面 是神一样 此时的她 没有高龙女神的气势 更多的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 突然一个声音 站在面前 阿弥陀佛 熟悉声音传入耳中 摇旗抬起头 看到了一个 帅气阳光的男孩 正双手合适面的微笑 失足 有何困扰 可否讲给平僧一听啊 摇摇鼻子一酸 她今天这一行 并不是一无所获 她得到了 全世界最好的一张签啊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把奶茶递过去 来玩啊 这是你刚才看到学姐在这儿 特地抽舌间 去买了杯奶茶才回来 看到学姐脸上的红影 心中一凸 不过也没多问 学姐想说的话 她自己会说 最后 还是你的肚子打破了什么 咕咕叫了起来 妖西站起 走吧 去吃饭 下山的路程大概半小时 两人没有说话 她是默默的饼排走着 直到路过一家门口 摆着烤肠鸡的便利店 好香啊 你是真的饿了 妖西也看了过去 和你不一样 她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看下你 你想吃的话 我买两根 你倒是一挥 不够 太少了 直接柳个埋子 递给学姐一根 心想女孩子应该吃得少 然后自己吃剩下的五根 等妖妖吃完的时候 你发现你袋子里 只剩最后一根了 谁出手掌 我的 给我 不知道为什么 你突然觉得这样的学姐 有点可爱 之后 妖西买了两张车票 一提上了出租车 你疑惑了 学姐 咱们去哪啊 车站 啊 要回江城 不 妖西看了眼窗外 淡得出神 去我家 视角一切 两人坐在大巴上 夜晚的车上 人并不多 妖西坐在一面 腻子在外面 忽然 公交车一阵抖动 妖西身体 不自觉靠了过来 你是真的紧张啊 笑声嘀咕了一句 学姐 但旁边的人并没有回应 微微转头 却发现 冰美人已经睡着了 难怪这么平静的 看着学姐的样子 心得无比啊 目光是怎么都移不开 学姐真的好漂亮呀 而且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强势 但其实 是一个心思细腻 虚然照顾着小女孩 此时 那道巴掌也已经看不到了 你不直接伸出手 轻轻戳了戳 好软 女孩子脸 都跟棉花一样嘛 你们发现的是 妖西的眉毛 心动了动 但眼睛并没有睁开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两个半小时 妖西真的睡得挺沉 因为 学姐绝对流口水了 学姐 醒醒啊 妖西梦想 嗯 到了吗 四目相对之时 你还能清晰看到 让她嘴角挂着一些透明 咳咳 连忙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纸巾 然后擦了她学姐的嘴边 终于 妖西彻底醒了 迅速升温 这也带丢人的吧 一把响过纸巾 迅速恢复成了 平时的样子 让清晨开口 谢谢 下车后 妖西偷出手机 想打电话给舅舅 让她开车来接 你说紧张不一样 不是 这就要见到 仙女心里的家里人啦 妖妖试试开口 他们很好相处 你苦笑一声 学姐 我是个男生 带我回家 真的好吗 妖妖眉头一皱 不带你回去 你住哪里啊 等一下 她忽然想起来 还可以住酒店哦 但现在让你回去 已经来不及了 虽然镇子上 也不是没有酒店 但环境都不太好 用来招待小学弟 属实不太合适 而且 爹她的车 这会儿已经来了 一两三轮电动停下 帅气中年大叔 眼前一亮 妖妖 你回来了